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胡老师 其实严格意义上 他还称不上是这个红娘 对不对 他其实确切的应该说是婚姻恋爱的顾问 顾问 所以呢我们觉得 他也是其实蛮聪明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的这个学的一些这个知识 能够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觉得很巧 对这倒是给我们一个提示 其实现在的专职的那些红娘 或者月老的这个行业里面 真的也有男性涉体了 而且呢如果真的像胡老师那样 有一点心理学背景的话 那我觉得会吃相 对会更有优势 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业 它绝对是不会永不过时 就像这个建筑业 像我们说这个房子永远要推卷 要重新造 这个人永远不会 永远都需要这个找对象 永远需要结婚谈恋爱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业永远可以下去 是的 因为这个是人生命的永恒的一个主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业也是永恒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男士 他也是蛮特别的 他们是在复旦大学学的经济管理学专业的 一般来说 说到这个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我们都想啊 他以后可能会不会出国留学 然后自己创业 的确 他的确自己创业 但是他创的这个业呢 让人有点 一下子想不到 他开了一个公司 但是这个公司主营的项目呢 是修鞋 然后呢 兼着是修一些包包 比方说一些名牌的包包 这个人称鞋博士的这位先生 到底是何许人呢 我们接下来 走来看看 在临平路天堡路口 记者发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香港鞋博士插鞋吧 热情观众小鱼二说的鞋博士 小军 是不是就在这家店里呢 哎 我想问一下你们 这个店里面有没有叫小军的人 小军有呀 他是我们店长 他是店长啊 对啊 店员说 小军正好出去忙业务了 在等他回来的时候 记者浏览了一下小店 面积虽然不大 但却布置得紧紧有条 是那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嘛 是工商管理的 对我们的整个店铺 各方面的管理的 都有他自己的独创的一套 比如说东西怎么归位呀 取地各方面的一些程序呀 顾客也很满意的 博士到底不一样 学技术也快 有些店员的手艺就是他交出来的 而且技术也很好的 真的 对 像我这些技术都他交的 邪博士的小店 在天堡路已经开了五年了 因为一心忙工作 小军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附近的阿姨妈妈 在光顾小店的同时 还经常主动给他介绍女朋友 他回来了 这里是小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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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小军刚回到店里 就忙得不亦乐乎 记者还没来得及和他聊上几句 小军又要出门了 他有东西要去 他有东西要去 那我们可以跟你去吗 可以 送包包的路上 小军依然电话不断 虽然小店有专门负责收送的人员 但是人手不够的时候 老板也得亲自上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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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进来吗 可以的 电视台的对吧 那进来吧 好的 有一双鞋 但是也挺贵的 也蛮时尚的 就是现在的不流行的这个天头 可以不可以把我改成圆头的 但是有点 那种小圆头吧 对的 这个要清洗完了之后 全部保养完了之后再改 每次上门服务 小军都会征询顾客的意见 他说要生意红火 除了靠过瘾的技术外 还得打出外型牌 回到店里 记者马上又跟鞋博士讨教起了护鞋筋 一般来说 新鞋的话 我建议顾客可以说 先给他做一层整个的这种前掌 可以保护起 因为这种线掉地比较难磨 那么高空鞋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个后跟如果说 它这个磨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得给它换 如果不换的时候 等到完全磨掉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小铁笛 铁笛如果一点磨的时候 它会自动往里面去 到时候体力拔不出来的话 这个根就坏了 就坏了 那么就整个换根 那么这种鞋子的原有的风格 可能就会被变 好多新鞋子 或者说创了一段时间鞋子之后 它这个地方会 特别疼 特别痛硬 那么我们呢就是说 这个一般你们在家里 是处理不了的 那么拿到这种专业的护理店里 去了之后的话 可以使它变软 变软了之后 创了之后 就会比较舒服 有没有知道就是说 像这种白色的鞋 是不能在阳光上面暴晒很久的 对 暴晒了久了之后 它颜色会变色 变黄 对的 这个屋子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处理 就是说可以做颜色 就补色 对 跟厂家的做法是一样的 高跟鞋是女生的最爱 但有时候跟太高却让人相受不了 对此小君也有刺激的办法 太高的可以做矮一点 可以 可以削掉吗 可以削掉 但是不能削的太多 削的太多走路会有一种消耗抖的感觉 就削的差不多大概一到两公分是可以的 除了鞋子养护方面外 鞋子的收纳也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它那个容易压到会变鞋 就这样把它给它撑起来 我建议顾客可以自己去买 这种鞋身一般是20块钱一副 如果说你要是想放在鞋盒子里面的时候 鞋盒子里面一定要让它空气流通 如果放在鞋柜子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鞋柜子我建议最好是那种敞开式的 那种不要那种封闭式的 封闭式的空气不流通的话 这个鞋子也很容易发美 现在不少女生都会偶尔奢侈一把 买个名牌包包来宠爱自己 花了大家钱买的名牌包 怎么样的保养才能够让它经久耐用呢 大家如果说在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起问题的 就是说一方面有时候背了之后 或者到家里面到办公室 到外面去玩的时候 然后这样一放 不注意的时候 那么这四个鞋磨的是最快的 这个鞋一段磨坏了之后 修也能修 其实放的时候尽量注意一点 轻拉轻放一点 放在比较软的那种台面上 比较放在那种摩擦力很长的地方 对 包里面一般这种里面 不要放一些带有液体的东西 比如说牛奶啊 然后豆浆啊 这些之类的东西 这种浅颜色的包 这样一背的话 很容易把那个牛仔裤的颜色 染到这个上面来 穿牛仔裤的时候 不要背这种浅颜色的这种包包 小军从小就上网 无拘无束的生活 复旦大学毕业后 他选择了自主创业 当过销售 也做过电台生意 最终把事业目标锁定在了鞋子上 我刻意的在意就是别人对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自己创业的话 通过自己的这种拼搏精神 达到自己这种事业的理想 我觉得蛮开心的 为了事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小军每天都在学习 每天三小时的休息时间 甚至让人觉得他对自己太过苛刻 为了我的规划 就是说在全国吧 二三级城市以上的城市 都能够看到这种 我的这种店铺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 做百年老店吧 做百年公司 现在小军已经在法华镇路上 开启了自己的第二家分店 据说生意也相当红火 如果你想认识这个有趣的美丽上海人 或者有鞋子包包需要清洗保养 不妨去小店里逛一逛